我说你 奶奶和婆婆 要是想让这门亲事成 自可以替龙县长做主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生米煮成熟饭 他自然也就认了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 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你不觉着 不太合适吗 舍管家 我在和龙家的老祖宗 和当家人讲话 你一个下人 一再插嘴 这才不合适吧 要是龙县长真的一事难以接受 那这样也行 奶奶 您认我一个干孙女 让我在龙家住上一段日子 同在一个屋檐下 抬头不见低头见 日久必深情 那个时候 再顺水推舟 您这三小姐 你第二个主意出得不错 我就认你这个干孙女 给奶奶磕头 给奶奶磕头 那 严 严东她娘 快给孩子包一红包 好 奶奶 您认真好 是吗 我认好 还是头一回 有人这么夸我呢 夫人 真要把她留下来 是啊 老太太头一回认干孙女 当然得留下来住一阵了 但我怎么看她有些疯病啊 胡说 这么好的女孩子 你说她有疯病 我看是你疯了吧 娘 我看这林家三小姐真不错 脑子里有算计 心里有主意 咱们龙家呀 需要这样一个女人 是啊 我看着也挺顺眼的 那怎么舍管家说的 别理她 娘 您那天说舍小瑟的事 芭城是让她听到了 她就怕严宗续了闲 让她的美梦泡了汤 原来如此 奶奶 我能进来吗 是我干孙女 快进来 你也在啊 刚才不是让你回房里歇着的吗 我年轻轻的哪歇得住啊 奶奶婆婆 晚上想吃什么呀 今天我做饭 做饭就不用你了 就是啊 我们家厨房大得很 厨子也多 咱们家厨房大厨子多 我想到了 中午呢我也尝了菜 厨子的手艺是不赖 不过 怎么了 孙女 今天啊认了奶奶 咱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 这当孙女呢 想静静孝心 我会做饭 我十岁那年起啊 我爹的手席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每年大年初一 我还会亲手包上一盘饺子 跪在我爹面前请他吃 我 是吗 你们林家也有这规矩 孩子孝敬父母 儿媳孝敬公婆 到哪儿都是这规矩 奶奶 您就让我做次饭吧 这兴许啊 这兴许啊 龙县长吃了我做的饭 奶奶您明白什么意思吧 明白 明白 没想到 真没想到 你们家也是大户人间 你是你爹的掌上明珠 你竟然会下厨房 奶奶倒要尝尝你的手艺 奶奶 您就请好吧 你干什么的 都跑厨房来了 我你不认识 不认识 哪些让你认识认识 别吓着呢 你到底干什么的 赶快离开厨房 我可是龙县长的贵客 好 听说了 来养伤的啊 怎么 饿了 饿了 你啊 先回去等着 一会儿啊 我就给你把饭送过去 哦 都过来 都过来 这位呢 是林三小姐 是老夫人 刚刚认的干孙女 今儿个她要自己做顿饭 你们呢 就打好下手 是 我得看看家伙顺不顺手 造监呢 那儿呢 你啊 说管家 这是要她自己做吗 看她这个样子 根本就不像会做事的人 吹牛逞能 就是为了讨好老太太 能嫁给三少爷 你们谁也不许帮她 让她自己露马脚 是 你要自行 你不许帮她 林三小姐 按照您的吩咐 东西都给您备齐了 嗯 您过过木吧 不错 需要我们帮忙吗 不用 我在家的时候下厨 就从来不需要人打下手 是 已经两批物资了 运到队伍里 军区关一查 都说术不对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先生 这里边的门道你不懂 我告诉你吧 押运物资这一路上 有猫腻 赶车的苦力 是小偷小沫 管事的呢 是坚守自盗 班道上就卖给黑上的贩子 那可是大把大把的 禁医员呀 既然你知道有漏洞 为什么不亲自读院 县长 不好意思啊 那个 我媳妇坐月子 儿子 她虽然壮伤 她最近身上 不知道你还有小毛病 这整宿整宿都哭 我就 你回去 对 照顾你媳妇孩子 这趟物资 我亲自读院 那 那怎么好意思呀 就这么定了 等你媳妇出了月子之后 是要私听好了 每一笔运往前线的物资 都有你亲自读院 再出问题 拿你试问 那行吗 好 咱干活 还挺麻利的 可不是嘛 刚才我天火是闻着了 那鸡 冻得可香了 走吧 咱出去 都齐了 上菜 都齐了 上菜 雷三小姐 我来帮您端汤 这个我自己来 是 这好手艺啊 怎么 龙县长不回来吃晚饭了 你 颜总怎么说来着 三少爷派人来回话了 说是今儿公务在身 明儿才能回来呢 可惜喽 丫头白忙活半天呢 这么好的饭菜 我三孙子吃不着喽 孙娘 不急啊 你不是说了吗 多陪我几天 哪天我孙子回来 你再给他做一顿 好吧 那就开饭吧 等一等 咱们家不会就这么几口人吧 我听说长房还有人 不叫他们也罢 别啊 既然是认清 怎么能落下长房 孩子 你是不知道 那个是 我看孙娘头天来 你要说什么呀 别让人笑话 去 把长房那女俩叫来 一块儿吃席 是 儿子 你快点来 快点啊 人家叫咱娘俩去吃席呢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娘的苦肉计奏效了 你好了没 儿子 你快点来 你怎么衣服都还没穿上呢 你寄不上 我说你这孩子真是这么大 你扣子还要我给你戏 我说什么来着 没人可指望啊 不指望我指望谁呀 走走走 不要开心了 一会儿你进去 进去就磕头不高 干吗呀不过年不外寿的 磕脸不给红包 不磕 那 那鞠躬 鞠躬 居深点 行不行 行行行 乖儿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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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好 奶奶好 奶奶好 太奶奶好 大嫂 请坐 奶奶 您是掌房孙少爷吧 好 来 也尝尝我做的汤 让你做你就做呀 光给奶奶鞠躬就行了 这是我刚认的干孙女 你得叫姑姑 去 给姑姑鞠个躬 姑姑好 好 姑姑 比我还小吧 是亲戚就不论岁数 岁数再小我是长辈 以后见了我 不许嬉皮削脸的 教训得对 这小子 打小就这么没正形 不许嬉皮削脸 姑姑赏汤呢 还不谢 谢谢姑姑 舍管家 有何吩咐 您也喝一碗我做的汤吧 我 这不太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听说啊 您在龙家好些年了 兢兢业业的 值得敬佩 再说 要是没有您去林县相看我 我哪能来龙家呀 您给个面子 尝尝 这 这我不好意思吧 瞧见没有 一碗汤 就把她给救下 我这孙女厉害呀 快喝吧 以后有什么事 别难为她啊 老太太 看您说的 我哪敢呢 谢谢林三小姐 谢谢林三小姐 都尝尝吧 趁热 大我喝汤啊 别喝啊 你怎么来了 这汤她不能喝呀 为什么 我肚子饿 就跑厨房里边找东西吃 正好看见你做饭 你是不是在汤里边下药了 你站住 抓住她 外面的抓住她 站住 站住 怒 家都不在世 马云 一群 你应该活得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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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谁派你来的 对 夫人 老夫人 不得了了 不但是毒 还是剧毒 我儿子 差点要了咱俩俩的命 吓死人了 没错 没错 我的妈呀 滚 滚远远的豪气 只要奶奶 婆婆身体安然无恙就好 奶奶 那这杀人凶手可怎么惩治啊 看着架势 是想堵死咱们全家呀 老夫人 您说得没错 这些个菜也全都不能要了 还好三少爷就有公共在身 他不能回来呀 你快去报告警察 让他们来审讯凶手 我这儿就去 转一下 这事 叫警察不好 为啥 严宗市县长家里出了这种事 最好别张扬出去 主要是不知道这林三小姐 她是什么来历 奶奶 让我审吧 我一定给审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您好 带你院里审去 得令 快 把它抹到我院子里去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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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您怎么把人交给龙万事了 这种恶事交给他 不是正好吗 老总统 您叫我 龙醒儿 你赶紧去趟林县 好好打听打听 这个林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龙家跟她无冤无仇 就算亲事不成 她也不能杀人害命啊 明白了 老总统 我这就动身 这丫头除了像你 还像一个人 像谁 又一时半会儿 想不起来 真晦气 没想到不是个疯子 却是个刺客 该来的都会来 龙家的多事知秋 又来喽 谁派你来的 你为什么想要害死我们全家 什么事 儿子 打 给我打 劉立 把人 来 我了 你怎么了 哎 你上去 一些 不应该 我看这小丫头心眼不坏啊 可她为什么要下毒 为什么要毒死我们全家 娘 大姐 二姐 我没能给你们报仇 娘 大姐 二姐 我想你们 你大姐 二姐 是谁啊 你娘又是谁 你又是谁啊 心烂的 就是你挑拨离间 让我奶奶和爹分了家 要不然 我们一家五口怎么会分开 家屋 丁三小姐 三小姐 也不会是一颗灾心吧 就是我 她回我可立功了 我这立大功了 原来呀 原来是灾心回来报复了 好 好 娘 大清早上审出什么来了啊 这么高兴吗 儿子 来来来来 她是个灾心 柳姨娘的三闺女 儿子 我这回是不是立功了 我告诉你啊 我蹲了大半宿才得到这个信的 累死我了 灾心 二叔就老三 我说长这么漂亮 你大姐二姐就漂亮 哎 那你还美 我老太太知道你把她打成这样肯定得给你记忆 凭什么呀 她是刺客她下毒 龙颜松天天外边抓人犯的为什么 废的就是照她 她不但下毒没有罪 反而得当姑奶奶也供起来 她说得家里还有咱俩的份啊 是 儿子 我怎么没想到呢 儿子 你说得有道理啊 那可不能把她给交出去 儿子 回头你摁住她 我勒住她的嘴 可不能让她说话 娘 想好怎么办了吗 想好了 她是个灾心 她剩下来就该扔起黄河 我 当年就是违背了天意 让成了灾心长大了 这才会回来投毒 差点害死我们全家 这回我要顺了天意 给她还给黄河 任黄河 可惜了 挺顺的 要不然给我留几点呗 你 你想死啊 她是灾心 谁占谁死 行 但是 不能让别人知道 当然了 当然了 当然不能让别人知道 走走走走走走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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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上 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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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少爷 您回来了 来 麻烦你进来一下 三少爷 在我屋里养伤那小伙子 怎么不在啊 他昨天晚上一休没回来 是吧 是 下去吧 来 施管家 施管家 来了 三少爷 您找我 那个影上的小伙子去哪儿了 他去哪儿了我不知道 不过昨天他可是立了一大功 怎么回事 这个林园外 四十好几来也没个孩子 有一回到孝庆办货 抱养的这位小姐 对 听说是从人贩子手里买的 说是跟林园外特别有缘 自打他进了林家 林园外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好 所以对这位小姐 就格外地宠爱 你们昨天说她 十几 十九 十九 从人贩子手里买的 是 一条 奶奶 林家三小姐 到底怎么回事 夫人 我把下毒的事 给三少爷说了 我想起她的眉眼像谁了 柳英良 财心 念地 扔回去了 三少爷 大少奶奶 他不在乎一天 三少爷 三少爷 刚才听人说 一大早掌房少奶奶 命人抬了一个大箱子 怎么走的 好像赶了车 去哪儿了 问黄河去了 走 你走吧 走吧 走 快走 二夏 好 走 出来 快 来 来 来 走 走 走 喊 喊 可就是喊 她是你身的 她是黄河身的 你叫龙念帝是吧 你叫龙念帝是吧 季黄河是你的命 你要恨你别恨我啊 你恨龙着去 你要是变成厉鬼 你也别回来找我 找你奶奶去 找她去 娘 大姐 二姐 我来了 住手 走 你这人 凭什么要杀她 你个臭当兵的 你事快些事 快走走走走 我偏要管 她下毒是她的不对 可是她又没有害死你呢 您凭什么要杀她 来人啊 把这个臭当兵的 一起认得黄河身 别下去 再下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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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 你没事吧 你快上来 你快打啊 你快打啊 快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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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也没用得起来打呀 起来呀 走 妹子 可别说哥哥不心疼你啊 这可是好东西啊 洋人造的 这里面有两花子弹 你留着缝织用我 小心 快点儿 好 娘 过来 我 看娘那枪怎么回事啊 就是说 你们这两颗子弹 搞掌子 你可恶婆你 居然敢开枪打我 我打死你们 你走 你两个人 快点 快点 你两个人 三叔来了 这回你不用怕了 龙家的三少爷县长 龙元宗来了 没人敢把你扔下黄河 你白救我了 我是灾心 龙家哥哥恨我 与其被他们捉大折磨死 还不如自己了断 女儿 大姐 二姐 我没能给你们报仇 恐怕以后也再也没有机会 我活着还有什么日子 我这就来找你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副叔 怎么样了 二少奶奶 我真是越老越不中用了 我儿子信啊 我是一点都没打紧着 这可怎么办呢 我心思吧 这孩子长大了 他的身世应该让他知道了 就跟他讲了 刚说了一半 他就急了 说什么 我就是不愿意养活他了 要撵他走 还说 要当兵报效国家 死在战场上给我看 你 二少奶奶 福叔 您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 我自己亲生的四个孩子都丢了 好不容易养大的我儿 也不见了 高柴和舵子要是回来找我要儿子 我可怎么交代呀 二少奶奶 错不在您 孩子大了 有自个儿的主意了 他想走 咱也拦不住不是吧 不行 我得去找他 傅叔 我咋觉得这孩子就在孝行呢 没准这会儿 已经报上名当上兵了 没那么快吧 他前点走的 咱们后点就追 报名当兵 没那么快 他是半夜趁我睡着了走的 咱们是第二天早上去追的 这孩子个子大 身子壮 腿脚又跑得快 咋不比咱们早到半天 没事这会儿就报上名了 他要是真进了军营 那可不好找了 二少奶奶 我听说有二百多名新兵 都跟着高柴火舵子去前见了 二百多新兵 这么多人 这孩子一定在里边 二少奶奶 您干吗去 我得去找他去呀 你等我 我套车去 福叔 福叔啊 您老岁数大了 腿脚又不利索 就在家里好好歇着吧 二少奶奶 您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尤其是过七十二寨的时候 七十二寨咋了 又出土匪了 当年三少爷剿灭了七十二寨 把土匪山上的房屋和开垦的田地 都封给了百姓 可是去年一场蝗灾 那田地里是颗粒无收啊 百姓只能逃皇要饭 这时候又有一股土匪趁乱 占领了七十二寨 我听说 小鬼子要打孝行了 这土匪要再跟着捣乱 孩子他三叔这现场 不好当啊 杀人喊命最不可赦 谁杀人喊命了 这要投毒害死咱们全家的 是那颗灾心 什么灾心啊 那就是一个孩子 离开龙家十七年了 从小就受气 一直不明真相 既然他投毒为常 你为什么要把他推入黄河 你这个恶婆娘 难道你不知道吗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找他 陆万世 你 你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你 谁要把他推进黄河来 我昨天可是在这儿领的命 是你们让我去审清他的来历 我把他带到黄河边 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他 好让他说出实情 我又不知道他是谁 你不知道他是谁 你把他带去寄黄河 你强死夺理 他承认他是那颗灾心 我就给他松绑了 跳进黄河 又不是我推的 龙颜宗 你也在了 你看见他还有个帮凶客 可凶了 差点咬到我和我儿子的命 可不是吗 那小胖子还挺有劲 当一脚就蹬我胸口上了 哭蹬我就坐地上了 那屁股到现在都是疼的 滚滚滚 你们俩赶紧滚 我的家人 你这些是不是 不认责 不是 在那儿 我只会 你那我是 不是 我还认责 一个人 我还认责 那我什么人 我还认识 你一定会 好 我还认责 赶紧到黄河边上找 一定把念地找回来 是 小雨边 别太着急 二嫂 念地 念 我对不起你 二嫂 我对不起你 孩子 我对不起你 二嫂 和黄河 水流湍急 人一掉下去 那真是一泄千里 说不好被冲点了 是啊 我派出了两队人马 沿着黄河两岸一路往下找 直到现在 还是一心全无 大师兄说句不好听的 你得做最坏的打算 这毕竟掉进黄河大难不死的 太少了 就是了 您节哀得了 还得想好 将来见着二嫂奶奶 这件事你怎么告诉她 issements 这 你 我让你看 赶紧找提子 把她取下来 是 是 娘 严宗这是 给我 是他 给我看看 咱们绑架现场啊 哪儿来这么大道的土匪啊 七十二寨 是听说七十二寨 又出现土匪了 可是前方暂时紧张 一直没顾上啊 可是前方暂时紧张 快把我送去 救严宗回来 夫人 您说笑话了吗 那土匪的话能信吗 那土匪的话能信吗 这只能说明土匪跟龙家有仇 这只能说明土匪跟龙家有仇 先抓一个不够稳 还想让龙家再搭上一个 可是哪儿来的仇家呢 仇家狠毒 这是要灭龙家的门哪 你想啊 绑了严宗还要要你的命 你们俩要都出了事 我这条老命还能活吗 咱们仨都没了 龙家不就灭了门了吗 是啊 娘 那该怎么办呢 您老人家快想个法子 把掌房那猴崽子 吊在院里给我打 好好地审审他 掌房的 我们都没了 龙家不就剩了掌房的了吗 那 你要您的意思是 那猴崽子不学无术 教了好些狐朋狗友 土匪 没准就是他勾结的 他哪有那么大的胆子 这时候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龙喜儿 你去办 是 老舟舟 您放心 我等他 你放开他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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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我了 你放开他 别动我了 别动我了 你放开他 你照不照 龙喜儿 你敢打我 等我爹打得消心成了 我让你碎尸万断喽 你说什么 你还想盼着你那汉奸亲爹 带着日本鬼子打着孝兴来 难怪老祖子让我打你 你真欠打 我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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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姑姑 我都快急死了 哪有姑姑跟您聊天啊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你怎么打算的 这还用问吗 身为警察局长 又是龙院长最信任的兄弟 这个时候我肯定带着全县的武装 冲上七十二代 把龙院长救回来呀 不行 你不能去 为什么呀 因为你有儿子 这 是啊 我都有儿子了 已经为老舌家传宫接代了 我没有后顾之忧了 你说的都是混账话 哪有什么老舌家 不是 龙院长 我们都姓蛇呀 没出息的东西 你是不是就心甘情愿地 做一辈子奴才 什么奴才 我是警察局长 龙县长被土匪绑票了 我去救他 这是我的职责 什么局部局长的 不还是龙家的奴才吗 龙院长 你怎么了 你不是平时都说 咱们的一切都是龙家给的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 龙家大安大德吗 可是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奴才你 姑姑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我糊涂了 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 反正你得听我的 你得给我活着 那不行 你坐下 不是 你不能去 你要是去了 我就一头装死 你的命都是我给你的 这回你一定要听我的 沈警察 对我集结怎么样了 大叔兄 这事我想来想去 都不能请你忘动 还不动啊 小乙伯被绑走一朽了 再不动没命了 县长经常教育我们说 现在是战时 做什么事情都要深思熟虑 都要全盘考虑 倘若 咱们要现在带着 全县城的武装 攻上七十二战 孝星就空虞了 是吧 这要是日本人的计算 如何是好 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 这 还有 土匪 点名要是龙家当家人的命 万一是吊舞离山的 警察都走了 谁保卫龙家的安全 是是是是道理都对 可是咱们得想办法 救小乙伯的命啊 事到如今啊 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有啦 你是警察局长 你坐镇现场 我去找高旅长 跟他借饼 这个主意好 就这么定了 我这就走 就这个人 真是 也不怎么不仅仅 这人 他要是 这人 这人 我这人 都不是 是 这人 我这人 我这人 就是 老祖宗 怎么样 这房少爷确实不是个好东西 还怕着那汉奸亲爹来呢 可是 以我看 勾结土匪 绑票三少爷这事 不像是他干的 你们 你们 大臣欺人太甚 现在是战时 我孙子是一县支掌 他出差错 对孝星来说都是天大的事 谁让这猴崽子 他是那个汉奸的种呢 我审审他怎么了 不行 你们这样决了我们母子 就是不行 你要是觉得委屈 随时可以离开这个家 就是想赶我走呗 是又怎么样 奶奶 婆婆 这三兄弟被人绑票了 我也是心急如焚哪 我那儿子 那儿子是不争气 可是他也不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啊 你们这么的一段猜想 把我这冤枉的 冤枉的 干成一段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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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这儿演戏了 家里突然出了这意外 我打错了人 给你赔个不是不就得了吗 那走吧 我这心烦着呢 走 娘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别急 我知道毒匪做事的方法 既然想要你的命 一时半会儿啊 就伤不着颜宗 就怕你自己犯傻 上了山 那你们妮儿俩的脑袋 咔嚓咔嚓 就得掉了 报告 旅长 有人找您 混账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来 看一下这儿 旅长 是个女的 我管她男的女的呢 没管 这个女的以前我见过 谁呀 你还记得 十几年前 你让兄弟们 抬着大话叫曲的 后来在饭馆里 跳窗户又跑了那个 那儿呢 那儿呢 停 你这 是 听说你升官了 旅长大人好 你 十多年没见 但是我一直都打听你的消息 这千灵带雨的 您没见老啊 不是 你这是 十多年前的事 你就别计较了 我也是被逼无奈 你总不至于 让他们枪毙了我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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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一个人来的 对呀 一个人来的 那我儿子呢 我就是到这儿来找儿子的呀 刘营娘 你是不是疯了 我儿子一直跟着你 你怎么跑到兵营来 管我 要我儿子来了 高旅长 不怕你笑话 这孩子大了 他就不听我的了 我问问你 你是不是在孝兴 招了二百个新兵 是啊 这些新兵还没送战场吧 也没有牺牲的 你说什么呢 新兵哪能随便上战场呢 没经过训练 那不请等着上战场 爱讲嘴吗 人家父老乡亲们 把孩子交给我了 是吧 没经过训练 就给送上去了 那我不成了罪人了吗 现在啊 我把他们带出来 就是跟着队伍一起训练 也让他们玩玩 这战场的味道 刘营娘 你啥意思啊 莫非我儿子 在新兵营里呢 应该在 啥叫应该在 你 干嘛呢 到 集合全体新兵 让刘营娘认 是 你把生命都结起了 好 报告令 新兵全部集合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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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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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脸上写满了春秋 心中冲满了宽厚 你的身影影着朝阳 天高云暖夜霄 是吗 我儿子如果来当新兵 我这个做爹的能够知道 儿子 你在哪儿啊 你急死娘了 你别哭啊 你别哭啊 走 别走 这儿 我让你追 练号 那个 有花 我咱们屋里刷的 喝吧 喝吧 婴娘 你们这些年住哪儿啊 这孩子什么时候离开了家 走到哪条路 你告诉我 我派人去找 好吗 这新兵都在这儿了 都 都在这儿呢 不可能啊 这孩子从小跟着我长大 他心里想什么我应该能猜得到 他肯定是来当兵了 可现在没有啊 两百个新兵蛋的一个不熟 刚才你也见过了 李章 刚才是一百九十九个 杀了一个 哦 对对对 是杀了一个 一脚被我从那台上给踢下去了 现在在龙岩宗家养伤 不会是这小子吧 婴娘 这小子长得有多高啊 可高了 他撞我壮实 壮实啊 壮实啊 哎呦 难道 难道他是我儿子 跟我 在一个杠上还睡了好几天呢 打摆子 我还抱过他呢 他 他这是我儿子 可 可是他新兵登记表上 填的是父母双王 那他有没有说他大号叫什么呀 我得去查查去 快去呀 是 二哥 查查 你看 这儿呢 他的大名写着叫刘伍儿 就是他 这刘伍儿就是你儿子 我带他离开龙家以后 就对他说 你不姓龙 也不叫劳生 我给他起过名字 叫伍儿 我还跟他说 他爹姓高 他应该叫高伍儿 可是这孩子不干 非要跟着我姓柳 这不 柳伍儿 他真的是我儿子 就是啊 我的天哪 我差一点一脚把他给踢死 不行 我现在立刻去龙家 把我儿子接回了 信完了 龙家又给不给了 高伙子 到 备马 是 高队长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跟您借病的 我师弟小尾伯儿 被土匪绑票了 你说什么 怎么会有土匪呢 二嫂 您能在这儿 小尾伯儿就是被 土匪绑的票 还是七十二战的土匪啊 报 东部山区发现日军大部队 有炮兵骑兵 目测敌方兵力 一个团一场 再谈 是 这敌人来得够快的 一个团的兵力 看来是要打孝心的 我兄弟被绑架 这是大事 我一定要管 那这样 我 给你一个人 怎么样 可以 不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干吗呢 到 你跟他配合 务必把我兄弟救出来 至于那股土匪 过难当头之际 背后捅刀子 就该死 把他们脑袋全砍下来 是 多谢高旅长 二嫂 我们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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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嬴娘 放心吧 我儿子虽然受伤了 可现在好多了 我离开孝星的时候 她一顿吃八个包子 好 现在在龙家享福呢 如果你想她 你自己去找她好了 嬴娘 你把我儿子养这么大 真是不容易 我老高在这儿 谢谢你 见到她面你跟她说 她报名参军的事啊 不算数 我们老高家 有我一个为国家 重逢仙真 那就够了 我不求她成为什么大英雄 也不求她将来 有什么显赫的兼诚 只求她在你身边 好好地过日子 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等着我 等着我战死沙场 你也不用带她来 跟我收尸 离炮弹远点儿 如果得到信儿 远远地 给我磕个头 烧住行 那我就满足了 好了 集合队伍 集合队伍 目标 东侧山区 将队伍向前推行湖里 是 集合队伍 目标 集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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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夹去 你们这些年轻人 都是什么人啊 什么时候盘踞的这七十二寨 知不知道 让政府定为土匪是死罪 对得起 养你们生你们的爹娘吗 你没搞错吧 你被我们绑票了 你不说求情让我们饶你不死 倒还教训起我们来了 你脑袋打坏了吧 年轻人 别一脸得意的样子 背后打门棍 下三滥的手段 没什么光彩的 知道我是谁吗 孝兴县县长龙延宗 知道 要不然绑你干啥 这真是土匪 为什么没提前收到汇报呢我 喂 小爷们占山为王不到一年 你县长大老爷 哪顾得上我们啊 明白了 这去年一年闹蝗灾 这儿的老百姓忙活了一年 没打上粮食 这狗日的小日本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 我怎么会忘记 放粮酒灾 你们几个年轻人 还有你们 都干没干过 杀人放火 抢劫财务奸淫妇女的事 什么 没干过的话就好 我放你们一条活路 把你们爹叫来 我和他聊聊 我爹早死了 有没有其他长辈 叫过来 行行行 你少来这趟 告诉你 七十二战 现在小爷我说了算 想要活命你找谁都没用 来 赶紧给我求饶 我叫爷爷 对 叫爷爷 快找东西 以为在这儿闹着玩呢 听好了给你们一条 生路不走的话 就是死路一条 大师哥 这小子嘴挺硬啊 还是个不怕死的呢 不怕死的 装的吧 我就没见过不怕死的 我也不行 大师哥 咱们把他宰了算了 看看他掉脑子的时候 害不害怕 这个主意好 等死吧你 拿我的弓箭来 来了 师哥 接见呢 哥几个 想先要他左眼还是右眼 左眼 左眼 好 左眼 左眼 最理挑灯看见 孟茴吹角联营 八百里峰辉下至 五十弦翻赛外升 沙场秋点兵 来的这 这说什么呢 我知道了 像是戏词 不过师父没教过这出信 不过师父没教过这出信 这个伪君子 居然还自比心气急了 连一句服软的话都不说 以天保哥的脾气啊 废一箭射死他 你都被绑在这儿等死了 就别点兵了 小爷我这一箭 先取你左边的眼珠子 马坐狄龙飞快 共辱霹雳仙京 是 天保哥估计是被气坏了 射偏了 射偏了 那是他没真生气 了却君王天下士 赢得身前身后命 可怜白发生 师哥 这人还真有点本事 刚才见射下他 可怜眼睛都没查一下 是啊 也没堵嗦 这难怪当年 把七十二代的土匪 全都杀了 了不起啊 给你们三个 什么意思 又灭自己的志气 常常心人在飞风 拿剑去 诶 罗元宗 小爷我刚才是试探试探你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赶紧求饶叫爷爷 要不然我这一箭 射穿你耿嗓咽喉 老夫疗发少年狂 找死 左天王 又清藏 死去吧 情报要求 千计卷平高 又射偏了 天宝哥答应我了 等老太婆来了 由你我亲自渡手 为娘报仇 我说呢 依天宝哥的功夫 怎么会 卫报清诚随在手 亲射虎 看孙郎 挖了你眼珠子 小伙子 你刚才你是学艺不精 还是手下留情啊 你管我呢 我这一套我肯定不手下留情 你心地善良你杀不了人 你胡说 老子手里有好几条人命吗 要动手走动手了 把刀放下 你下不了手 大师兄 别超级杀他呀 听说这个县长大佬也文武双全 不如我给他松吧 哥几个也跟他活动活动经过 不是挺好吗 好啊 我呀 好好注意 你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来 多谢四位小英雄放了我 后会有期 你不站住 谁让你走的 这都松了榜了 不就是犯我吗 放心 我龙颜松不是记仇之人 看得出来 你们不是什么坏人 挺好了 还有你们都挺好啊 把棋子砍了 回家吧 站住 老子是土匪 你姐可看不起我 我打死你 你 让人抓到 他 你 让他拨 让你 我 不 还 你 你 她 有 有 你 她 她 我 是 她 要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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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先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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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句话 你们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可以急往不救 现在日口犯我重点了 好男儿应该杀敌报国 我可以给你们将功赎罪的机会 谁用得找你给机会 你这个小人 连自己的嫂子 侄女都要害死 鬼才信你呢 说什么 赵弟 你怎么一点都不专心呢 不是说好了吗 给娘的在天之灵跪上一天 有娘的保佑 那个老太婆一定会上当 自己送上门来 咱姐俩好报大仇 好吧 跪一天就跪一天 可是 去孝兴县城打探消息的小十三 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估计是那老太婆 根本就不敢来 不可能 爹活着的时候说过 老太婆最偏向的就是龙岩宗 她肯定会来的 万一那老太婆不来 剿匪大军来了 怎么办 这更不可能 当兵的都去打鬼子了 县城的警察局长 就是那个蛇小四 咱打死小六认识她 那就是个废物 听到咱七十二战的名号 估计早就被吓死了 再说 我已经派了几个师弟 沿途设下岗上 就算她来了 也没咱跑得快 大师姐 二师姐 来了 来了 大师姐 二师姐 你们两个最恨的 那个老太太来了 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夫人 咱这要走了 您看这这一大家子可 少啰嗦 要是害怕 就别跟我走 看您说的 我跟了您一辈子 我能看着你一个人去冒险吗 那就快走 走 七十二战 我一路跟着 马车真是本山里来的 不过 他们好像怕黑 不敢走夜路 所以 就在四十里以外的 大车店住下来 八厂 明天早上他们就回山外 华盈志 你看 没白贵吧 娘真的显灵了 这仇人 自己就送上岗了 信蛇的管家也一起来了 这绑票的信上啊 就忘点她的名 真是娘显灵了 这回可好 仇人们可都到齐了 也不能太大意了 通知派下山的岗哨 夜里不准睡觉 眼睛都给我瞪大点 防止警察偷袭 是 哎 天宝哥 罗元宗绑好了吗 绑他死死的 哎 就关这屋 你别说 有两下子 这一架 打得我腰臊胳膊疼 可不是 没想到他力气还挺大嘛 是啊 拳脚功夫留得了 而且这种招数从来没见过 哎 你们说 让他教教咱们就好了 对不起啊 大志姐 我又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了 听宝哥 明天等那两个女人到了 交给我跟妹妹 龙彦宗就交给你了 这 交给我 对 虽说是他 买通了当年的县长大老爷 枪毙了我娘 可他长得跟我爹一模一样 我脸下不去手了 没问题啊 嗨 早知道 我今天射箭 我就不往偏了瞄了我 不急 等明天和那两个恶老太婆 一起上 行 走 绕着山寨转一圈 免得奸细钻了空子 好 走 走 恶老太婆 我娘 我娘不会那么傻啊 怎么会中土匪的圈套 我怕你回应该は 那一人 我怕你 有什么事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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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想不过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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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嫂 你怎么来了 问那么多有什么用 逃命要紧 走 幸好这里还有藤条子 他三叔 快来帮忙 二嫂 后面没有追兵 你顺着藤条爬下去 抓紧里边摔着 爬下去就安全了 你干什么去 我回去 回去 你说什么呢 我好不容易混进土匪窝 把你救出来 你还要回去送死 二嫂 你上山的时候 看到很多土匪巡逻了吗 没有 我猜也是 那就是一小股土匪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是土匪 只是一群 失了生计的年轻人 我一定要回去 让他们走正道 你疯了吧 他们人数再少 也得有几十号人哪 好虎架不住群狼 再说 你多大岁数了 我必须得回去 如果降服不了这群土匪 我宁愿死在他们手上 我认 我以后 没脸再见二嫂 没脸再见二嫂 是 我是 我 你 你 你